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ACI College of Prep 南加州学院郭主任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是关于说 如何选择一个好的课外活动 其实这是很多家长 孩子在美国出生或者移民来美国 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如果在学校里面从选课这个观点来讲的话 大部分的课程是一个固定的 学校要求你修四年的 在高中里四年的英文 有四年的数学 两年的历史或三年的科学 大致上这些主课没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绝大多数的家长或学生都知道 说选课里面的Elective 选修的科目不太多 绝大多数都是叫必修的科目 所以在选课方面 它大致上这个常规不太会做很大的变动 除非说你对一个Special 就是这个科目非常有兴趣 或者将来要往一个专业的领域去做的话 你希望在这个领域里多拿一年或两年的课程 那是由我们ACI南加州学院的Counselor顾问 会帮助这些学生来挑选一些 对申请大学会获得大学青睐的一些课程 除此之外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事实上课外活动怎么选择 绝大多数家长并不是完全可以理解在高中或者初中 学校提供哪些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就是一些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可以是在学校里面的 也可以在学校外面的 而这些叫软实力的因素呢 在将来的申请大学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一些关键性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课外活动可以让你的孩子的领导力 人际关系的相处的能力 甚至动手做的能力 到解决问题的能力 都必须透过这些课外活动 跟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才产生出你这些力量 力度高度或者这个影响力出来 所以一个学生如果在学校功课很好 但他都没有选择一些课外活动 让大学会欣赏你的特质的话 那这学生只能说 叫说学术成绩优异 但是在人品在人际关系 在这个解决问题 打交道上面来讲 他可能成绩并不见得非常的理想 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家长 就是说每一年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 其实家长可以带孩子来 在开学之前来讨论一下 不单是下学期选课的内容 同时考虑一下 你孩子会跟你述说一下 学校有哪些课外活动 他要花多少时间 他的训练 培训的过程 总过时间有多少的时间 involved 就是包含在里面 或者是课外活动 会不会影响到他正常的学习 或者这些课外活动 对他将来申请大学 是不是真正起到一个提分的作用 或者说增加这个孩子 被接受的这个程度 在这里其实是一个专业 学校的课外活动非常的多 那你能不能在课外活动里面 展露头角 拿到一个leading position 就是担任一个captain 或者一个chairperson 当做主席会长 或者队长 或者有影响力的人 这些都是要由专家来帮您指导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提醒家长 选择课外活动 先找专业的升学顾问讨论一下 对你是有帮助的 今天我们谈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会